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麦韦网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来得见前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这个逼爆日本 之前说大陆客逼爆日本 现在不是大陆客 现在就是台人 这个岛内的民众就逼爆日本 原来过年不少人去了日本玩 一般来说 名声古迹 一个地方 很多台湾人去 在哪里呢? 就是滑雪场 这也很正常 有旅日的达人 叫林氏碧 他就是这样说 最近带全家去玩的时候 发言 这个 轻井宅似乎都被台湾人占据 从车站到 在酒店全部都是台湾的口音 当然是福建人扮的 不知道 可能 他说是台湾人 这些台湾的旅游达人也这么说 不少人也是 点头直呼 就说 在当地滑雪 放东西 放在鞋鞋鞋上 以为自己去台湾 几乎听不到日文 更加有人说 在车站 被台湾人用日文向迷路 觉得 那么多人呢 这个旅日达人 林氏碧 也说 全家去了 轻井宅旅游 发现到处的台湾人 从这个outlet和下塔的酒店到处的台湾人 反而少听了大陆人的口音 不着奇 老板,你能去,别人不能去 你也是一家人出来 别人也是这些大事大节出游 没什么问题 但是关大陆经济 关关事,我们另外一节是说的 不关大陆经济事 少了人去日本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不过其他的章节会说 原来也有不少人去日本时就发现 去那里跟台湾没什么区别 好像这个台湾知名的台湾年灯 原来很多的乡民也表示 从日本去玩,从随直一直玩,玩了五日 哎呀,其实都没什么出国的感觉 全部都是台湾刀 就是这样 而这个状况遍布日本传地 刚才我们说的滑雪性地 其实是不单止那里 想不到不单止滑雪性地 原来其他地方都是 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说 大阪那里要 控制一下旅客 过渡旅游 他们 接待不了那么多 顶不住 已经到了 顶不住了 人们很大怨气 更加有 台湾旅客就说 原来 连观光店的店员 都是台湾人 手信店 很正常 因为台湾人也认识港本话 对吧 请回设港的 做店员 方便点 大家 原来 亦有人说 去了五日 当地一堆台湾人 打电话给朋友时 忍不住大肚苦水 到处的台湾人 根本是没有出国的感觉 觉得这样是不是正常 当然这个帖文 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回应 啊 有人说 台重 台王 今年去过日本玩的时候 看到台湾人多得好像蝗蟲过境 但是他也没有控制 你又控制不了 台湾人满天下 一去全部都是台湾人 台湾最长年假就是 七日的春节 全家人一起出国 去日本也很正常 近一点 亦有人说 日本到处 都是旅客 其实现在 不是 大陆康 现在是多数台湾 亦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去了 等于台湾村 为什么这样 没办法 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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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流人 你经常留人 因为 都是 農曆新年 是一个大的节日 你都预认了 是很多人会出友的 那 什么不想听到那么多 什么不想 那你去一些 日本比较冷漫的 的景点 我看你又不是很愿意 是不是那些人说 官江区的联工 是台湾人 怎么说 那我方便你 是你识 人家不懂 是吗 是 这个 那些 旅游区的业者 都想方便你 不是想你麻烦 不是想这样的 如果可以方便 请回同省同气 那些 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这些人就说了 今年春节年假比较长 但是台湾旅游也不便宜 不如出国去日本玩更好 另外 有件事都要小心一点 原来 有一家 很有名的 食品店 你们有没有 印良品有没有 有 没有印良品 又不单是买东西 其他东西也有 又买其他东西卖食 就没有了 那也是 发生什么事 原来有很多雷区 很多雷区 我觉得 有什么雷区都 不要紧要 最紧要是 做什么 就是小心点 刚才我记错了 是无印良品 只是买 雜货 不是那家 他记错了 无印良品 我们买以本有 但是我们保里斯本 是没有的 发生什么事 原来 是有 他的员工爆料 就说 喂 小心 五大雷区 原来无印良品 喊着 出现了一个 疑似 是不满 没领到年终 奖金的员工 出来说话 那众公司 马上出来 澄清 他说 喂喂不是 你的发放 是有发年终奖的 但是风波仍然 未停 一名 自称 员工的人 就说 无印良品 工作 有五大雷区 叫他们 大家找工作 真是 特别 要小心 日本商家 这么说 这么说 原来 可以告 这个无印可以告 如果你乱叉这么说 他们就在D卡发文 这个也是台湾很有名的论坛 就说在无印良品工作经验 自称 两年前 就做工 不过后来就来了职 前员工 说一下无印良品的新宣史 原来他们就说 年终奖 其实 他就说 港就港有法 实际 只有管理层才有 一般职员 一元都拿不到 第二点就是 无论 开工红包 即是开工利是 还是 三大捷 这个都挺过瘾的 他不是发现金的 他用那些 不过这个也没问题 是现急代用券去抵抗 我可以 都可以 现金是爽点的 但代用券都可以 等你自己商家里取回 金额分别是 100 和2000 而且限期 新台币 港名是新台币 因为它指 在台湾 是无印良品 亦都说 一个月内要用完 否则过期作快 第三点就是 超时工作 但不允许加班 亦都说 他当时 主管 就会要员工先去打卡 继续完成工作 收工 还必须 有些是 extra的要做 等于 有些东西就不公道 第四点 这位阿哥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 隔了两年才说出来 那倒是 亦都说 他说 他说 公司缺人非常严重 似乎是疫情期间公读生 几乎 不要 因为当时 他是裁员 现在就是离职一大堆人 人力 没有补起来 所以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 有些人请假 更加雪上加上 最后就是 激励奖金 他说公司 虽然 三不五时 宣布了激励奖金 但是 门栏非常高 更离谱的就是 就算 门市 可以达到这个 门栏 总公司 亦都会 全区 你这家门市 得不到 要全区的目标 达成才能发放 掌监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的人手会持续短缺 员工也持续会流失 你想过 你省得一时省不了长远 这些 听这位哥哥说的 完全是单方面 当然也有人就说 但是很多人是认同他 多年都在 无印那里做过纲 跟这位 人事说的差不多 这个什么公司 亦都说 日本日商就是这样 日商超级沽寒 千万不要去 这样说 亦都说 依照过去的经验 来台湾的日商 多数都是偽日商 典型的日本 规则台湾伸水 但是 日本伸水是不是很高 又不是太高 所以对于其他 发达国家来说 我只相对西方 另外 有件事更大事 在台湾 说到旅游 这件事一定要说 那是什么事 台湾客 被 遗弃事件 这个 这个大事 原来是什么事 原来有台湾旅客 春节期间 就是越南的富国岛旅游 这个好笑 这个 结果被人遗弃了 这个旅游公司 年代 年代的经理 林大军就说 这个误会来的 已经跟当地旅行社协调 26号 就会给予相关的款项给大家 先行反台 和多付钱旅客 他们会全数这样负责 原来有台湾的旅客 就是到富国岛旅游 结果被人是没人理 当地 接待公司 叫Winner 的负责人就是台湾年代 旅游负责人 诚信破产 当然台湾最怕是爱国话 是不是地接那里的问题 还是 真的 看看他怎么说 但是台湾官方怎么说 他就说 到当地的100名台人 已经自己付钱 继续行程 原来年代 他们出来回应 现在回应 已经过了一天多 因为大马上给我的新闻 是日几之前 但他现在终于出来回应 就是出现在记者会上 年代旅游 和当地的地接 有认知上的落差 就导致这段小插谷 变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双方达成共识 就是要 要维护 是 台湾旅客的权益 和他们安全反台 林大冠说 已经掌握了16名人士 已经先回台湾 当地旅行社的经理 亦说 他特意是同线的打电话来 大概90名旅客 先是绿卡 给了700多元的美金 林生说 我们全权负责 亦跟当地的这间旅行社 协商 紧急联系 还在富国岛的旅客 安排后续的餐点 和行程 预计开工后 三或五天 他们就会 息数得回归还的退款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就说富国岛行程 刚开始 又是接洽了很多人 很多细节要和合 之后就会 清算 就是付钱 他就说 最糟糕是什么呢 第一时间没有接收到 相关信息 双方 沟通 是缺乏的 导致不回为 很糟糕 走失 你去到地接 这些 没理由他自己先走 对 对 为什么呢 河老师 为什么呢 没理由自己先走 地接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应该有很多 直到你 完成了工作 大家都有一个 沟通 说 我做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怎样怎样 没理由你不知道对方要离开那里 真的 你说得对 你说得很好笑 当然记者继续追问 你说的 究竟是什么事 问他们是否公司 营运状况不佳 是否欠了一些款项 没有财务没有问题 其他地接 因为接的人数不多 已经是结船了 说回团7到10日 就会全部还清 给一些旅客 亦都说 这个都是大家 不想见到 因为他们就说 跟越南那方面 地接社 是有误会的 另外 有人就问了 幼泉 旅行作家 支付了新台币80万 那就是20多人 富国 旅行社 富国都旅行团 也是泡了汤 他就说 这团没成的 这个是假的 原本14号 月折航空 飞回台湾 就能够再再人去富国 结果航空公司突然说 因为行程紧急 所以搞不定 年代已经找了 各位避案 这样说 我觉得对越南方面的伤害也挺大 是的 你刚刚想搞好旅游 生意 怎料你好像 有些状况 这一段时间 春节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可以说是不容有失 看上来好像搞祸了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